我們主要是講到那個第202集 裡面主要是利用像塗層的樣式運 塗層,什麼叫塗層我想 慢慢大家會比較有概念 因為不同的塗層有 這個上下 還有前後的關係 然後另外的話你可能 如果放同一個塗層的話 你當然才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呢 不同塗層你可能要懂得如何去切換 然後 還有就是塗層怎麼讓它顯示跟隱藏 其他的話像濾鏡的應用 比如說像我們有用到液化 液化裡面的話當然你可以 把眼睛放大或者縮小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用Photoshop修圖的話 比如說針對你自己的照片 做一些 修圖 比如說你想要把自己眼睛放大的話 我想 或者說你想要讓你的 眉毛 或者是像你的那個 睫毛 比如說做一些 修長等等 上禮拜我們是用鴨子 然後我有請同學做一個變化 也是利用 這些東西 做一些相關的變化 其他還有像那個 甚至 顏色可以用取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想要 像上禮拜有同學問到說 某些顏色我想要快速取代的話 其實裡面也有取代功能 比如說我想要把藍色變成綠色 怎麼做 其實你只要找到顏色就可以把它取代掉 你可以從工具箱裡面 可以找到 類似的這個 功能部分 OK 再來的話 其他部分的話我想 主要是希望同學可以多多去了解 Photoshop 這個相關的用法 今天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204題 所以今天的話 204題裡面 大概有哪一些要求 我們直接來看 一樣 最後那個TIFF檔就是完成的 然後它裡面有提供給我們這個 這個PSD02 然後還有PSD02-1-2吧 我記得好像有四張圖 那我們分別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有個TIFF OKTIFF檔就是這個 這個是最後做完的 最後做完的 可以Ctrl加放大 你會發現它大概有幾個元素所構成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以圖層來看 這個應該是在最上面 OK所以將來你這個字的圖層 OK 那這個字的部分的話我看一下應該是哪一個呢 就這一個 原始檔 不是這 這是背景 這一個 它原來是長這樣 可是呢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張圖 做什麼變化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圖本身 原來沒有一個外框 那我如果希望能夠把它做一個外框字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外面可以做個外框 OK那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來做啦 當然 做個外框方法不是只有一種 有很多種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之前學過的 你說不定可以像我們之前那個102體有做到有一個就是 好像有用一個宋春吧 宋春它那個背後也是本來沒有一個 白色的底 那你把它做個白色 其實類似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可以 再複製一個一樣大的圖層 一樣的這個圖 然後 把它放大 並且放在它的圖層後面 顏色變成白色的 其實就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或者是說你可以另外 在Potoshop裡面有描框的效果 你可以把那個框框給描出來變白色 其實也可以 所以方法可能不只一個 你們可以 多多去了解 Photoshop裡面的相關功能 OK 再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就是字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要做什麼呢 所以 再來 再往下一層吧 下一層應該是這個 橘色的這個 有點像這個漩渦 這個漩渦的部分的話 它除了它原來的 原來的這個圖在哪裡 在這裡 原來圖長這樣 OK 各位可以發現這個圖 我看一下這個圖有沒有塗層 你會發現這個圖也有塗層 它的底色是一個白色 然後它實際上 它基本 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 一個圖塊 所以如果將來你們要做變化題的話 其實可以模仿 你這個背後的顏色甚至可以把它 把它換一下 你甚至可以把它用編輯填滿 填滿的話記得要先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部分把它選起來 選的方法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這個選取工具吧 然後把它整個選起來 選起來你可以再填滿不同的顏色 也許你可以 再把它做一個變更 它基本上原來是長這樣 可是呢 我希望把它變成什麼呢 你會發現 它做完之後 變成什麼 可以讓它旋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有風吹過的效果 這要怎麼做 OK所以基本上這邊有用到兩個濾鏡 題目裡面好像有提到 題目部分的話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題目應該是 要我們做什麼 這個 這邊有一個 塗層 然後 做這個效果 放射 應該是 在這邊 題目裡面要我們做的就是有個什麼 所謂的風動 的效果 OK 風動風吹過的效果 風吹過的效果 你們可以在濾鏡裡面找一下 其他還有像扭轉 你可以把那個原來的那張圖 做一個扭轉的效果 OK 再來就是 字的部分 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什麼 一張圖 這個其實就是背景 它這個希望你把 你把這個圖放在背景上面 背景其實是後面這個部分 只是說要把它 做一個這個扭曲的效果 這個就是最後完成的 結果檔 所以待會呢 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幾張圖先開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針對它裡面的設計項目 包含就是 第一個 開這個 把它用扭轉 實際上就是那張圖 然後做風洞 看看找一下 字的話 它這邊有提到是要用陰影的效果 OK 其他的話就是 底下那一張 圖 就是這個背景圖這一張 把它做什麼 做那個 它這邊是提到用什麼 放射狀模糊 OK 所以如果題目有 指定到 這個 這個效果的話 你就要把它再稍微調一下 最後的話呢 還有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調整版面大小 什麼叫版面大小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高度 它說什麼 寬度不變 高度變560 寬度不變 我們來 這張圖的話 這張圖的大小 我前面講過了你可以把它顯示它的文件尺寸 但是它用公分嘛 所以請各位把它改成像素 在 編輯裡面的偏號設定 它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所謂的 單位 單位部分的話把它改成 改成所謂的像素 一般習慣我們還是用像素 那你會發現 這張圖是640乘640 也就是說呢它的寬 是640 高的話640 可是它希望怎麼樣 把這張圖做完之後 把它一刀砍 砍 上面的部分不要 留下多少560 560 那怎麼樣把這張圖 有點像 高度把它縮小 成為560 最後把它存檔 就是 我們要做的這張圖 OK替服檔 特別主要你們現在繳交的時候 記得 這個TIF檔因為它已經有 圖層已經全部都合併了 所以你們做的話 你們繳交給我的一定是PSD檔 那PSD檔跟TIF檔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 PSD檔裡面的圖層是存在的 特別主要你給我的東西 如果裡面圖層都已經合併 那表示你是拿這個不行 你一定要是 我要知道說你是真的有從頭到尾都做過 你繳交給我的才是正確的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 那先稍微把題目了解 把檔案開啟 接下來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在針對這一題 逐一的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要怎麼樣做出 那個題目裡面要的這相關效果 主要就是 其實主要目的當然也是 去了解 怎麼去使用ForeShop的一些 重要功能 反正以後的話 你想得到的你也可以做出那個效果 OK 所以 請各位 試試看 原來的這張圖 長得就像這樣子 但我剛剛提過啦 如果你要換個顏色有沒有辦法 像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圖 我如果變化題 請各位待會 把這個顏色變更 那你要怎麼變顏色 其實這個我記得我們之前有做過那個像宋春有沒有 宋春不是把黑的變白的 那我有做用幾個方法嗎 最簡單的方法不外乎什麼 你可以 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有一個選取像素 那所謂的選取像素就是說 除了背景以外有顏色的地方幫我選起來 那再來你可以做什麼 編輯裡面不是一個填滿 填滿的話你可以再填一個顏色不就好 比如說你們待會的變化題 比如說請各位利用同樣的題目把它做個改變 那 改變的幅度單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比如說你要想要什麼顏色 比如說想要 一個 淺黃色 這邊 我想要這個顏色 隨便選一個 選完之後你按確定 再按確定 你會把顏色就變更了 那最後你就再把那個選取區把它取消掉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特別之后請各位 再想想看 我們每一道的題都一樣 就是說你做完了你就做一個變化 那至於 變化的幅度多大多小 大家就看你 自己的 這個這個能力 亮麗而為就對了 主要目的還是希望各位 對於Photoshop的功能都要熟悉 跟各位講一下 Photoshop現在我們用的版本是 CS4 那還有5、6 現在甚至更新的有7 不知道有沒有出到8 那反正不管它現在版本出到哪裡 我想基本的功能都差不多 也就是說 你如果會用這個版本 你再 換成另外的版本 其實一定會有一點差異 但是差異基本上不會那麼大 大同小異 不過就是一點時間適應 至少就是你會用 而不會說你 完全 對於一個 軟體都 完全是陌生的 但是不OK OK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道題 我先把它復原好了 OK 那它要做什麼扭轉的效果 扭轉的效果 其實就是怎麼樣 本來是一個 水瓶的東西 它要能夠轉過來 要怎麼轉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轉的部分的話當然是全部 而不是像我們前面有一道題 是那個 202那個什麼 壓 壓子要在那個漩渦的 那個地方 所以 基本上我們是要先選這個 選底下的範圍 再做個漩渦 有沒有 所以漩渦就會在這個地方 印象吧 漩渦 壓子剛好在這上面 可是這一道題不一樣 這道題是 整個旋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圖 它是整個旋轉 那我們怎麼做呢 請你找到濾鏡 濾鏡裡面的話你要找到有一個叫做扭轉的效果 基本上它的位置 剛好在哪裡呢 可能你要慢慢 熟悉一下 它的位置一定扭轉 扭曲裡面喔 所以 所有有關扭曲相關的濾鏡都在這裡 那其中的話呢 我們要的效果是這個 扭轉效果 OK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扭轉 扭曲裡面的那個扭轉效果 把它做出來 那再來的話你會發現它預設的 角度 原來是 999 這邊 你可以試著轉一下 它的轉的方式 底下可以讓你去調整 你會發現它在轉 可是好像轉 好像轉應該是轉我看一下這個方向 那你可以把那個完成圖看一下 這個方向 它原來 這樣轉 如果按確定的話999度 另外一邊是-999 看一下 這樣就OK 所以原來的那個角度喔 原來它我記得這個 扭轉的角度好像是 偏這一邊吧 這樣的話你都按確定 這個角度就不對了 所以記得這個角度的話請各位設定 就設定為那個第一個 濾鏡裡面的這個 扭轉 扭轉裡面的話記得把它改成999 這邊可以稍微放大跟縮小 從這樣看也可以 這邊有放大跟縮小 你可以大概預覽一下 這個是我要的效果 就完成了第一個步驟 好那我們做完之後接下來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要做什麼呢 它提供要我們做 他說扭轉 然後有那個漩渦的效果 當然喔如果將來呢 我們是針對這一整張圖喔 所以如果你將來呢選的是選下面這一塊的話 那它變 它的扭轉會在下面 所以 也許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看 也可以把圖放大縮小 做一個不一樣的效果出來 反正就多試 那再來的話呢 就做什麼 做風洞 什麼叫風洞效果 就是說呢 它這個有那個風吹過來的這個效果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本來沒有這個效果 但是要怎麼樣讓它有 像風吹 而且風的方向 也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當然風不可能亂吹啦 它一定有一個方向 一定是由左到右 從左邊吹過來 而且呢它的強烈程度還蠻 看起來應該還蠻強烈的 另外的話它還有陰影效果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底下 還有一個黑色的陰影 有那個立體的效果 怎麼做喔 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要做那個風洞的那個 效果的話 它的濾晶應該在哪裡 其實它應該可以猜出來 風洞有沒有風洞 好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那個什麼呢 風格化裡面 剛好風 風格化裡面的風洞 利用這個風洞效果 其他的話 其他效果應該做不出來 OK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這樣玩 假設你要自己 用那個photo shot 然後產生一個 好像颱風天 你出去 騎腳踏車 騎不動那個效果的話 或許也可以用風洞的效果 來做做看 風洞的話你會發現 風怎麼吹 到底是強烈還是輕微 特別注意 這邊一定是強烈 有沒有風吹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選的方向 它是變成由右吹過來 不對我們應該什麼 從左方吹 OK 那所以呢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下面這個 方向部分 把它 從左 不過它這個風洞效果 好像沒有從上面 或者從 下面 所以喔如果將來你要做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用其中一個方向 然後再用旋轉 也是可以做出 換個方向 所以強烈 然後呢 從左方按確定 OK 好 不過感覺起來 好像這個有那個效果出來 不過 是不是符合題目要的 好像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也許你還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 可以把那個風洞效果 也許再多做一次 比如說做一次不夠對不對 你還可以再做一次 有沒有感覺好像兩次 不過 第二次好像不能用太多 不然的話 感覺這邊已經完全被吹掉了 好像差不多 做兩次好像 好這個我想你們再自己微調一下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地方可能要再加上去 你會發現陰影的效果 陰影有沒有 背後好像黑黑的這些 那這個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一跟二的部分先完成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記得看到了嗎 GPK 在幸運 Viu.com Viu.com G